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主席新看气象气象看出现金 现在是3月9号下午2点左右 首先我们来打开地图 来看看3号旋风Freddy在哪里 打开地图一看他是在墨山比克海峡的中间 这里离墨山比克大概剩下300公里 因此他应该算起来明天就会登陆 他现在的中间下值是980-600% 中间值100公里相当于我们实际台湾的威力 他一直持向哪里 朝向西北方向下 但是因为这边的环境没有像昨天预测的那么好 比较干燥 他本身雨下很多 我们从画面上可以看见 整个英语气都落在墨山比克海峡 甚至连马拉加斯加印度洋都是在下雨 因此没办法提供他足够能量 因此他的速度比较慢一点 没有像昨天预测可以打到 195左右 顶多130-140 算起来的话 还有13级的风力向哪里呢 向西北方向下 登陆墨山比克 但是13世级登陆墨山比克 也是非常大的台风系统 所以这个风暴也是一个非常可怕的风暴 这个Freddy 一万多公里长征以来 是不是会在这里画下修处线 登陆之后就有所改变 是直接消失呢 有些需要这样预测 他会结合一些残余的气流 继续在赚回东南方向 会不会这样子呢 不知道呢 希望是可以 所以这个风神Freddy 他的一生真是非常的传奇 相景之下 在澳洲北部这个97匹 就前途堪利 虽然啊 野兔中间七二指降到99800% 但是西乡单位不怎么看好他 所以要把他命名为6号去全ROLA 但是啊 这个悔悉的东方还有一个99匹 也是差不多这个方向 他们虽然是往同一个方向走 东南方向跑 但是要成为一个澳洲6号去全 这个ROLA 是真的还是要再努力啊 现在最主要的是这个 3号先锋 Freddy 会不会很强势的登陆 莫山比克呢 请记得收藏 直接进去看一下 气象看 拜拜